换上新制服 秀出武打动作 请拿佛级不是问题 18号全台警察全面换装 布料上会变得比较舒适透气 然后鞋子也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旧式制服我们是穿着 像在学校是穿着皮鞋 那新式的它是有高筒的 所以就穿起来有特别透气 然后底下也有气垫的鞋垫 告别30年旧制服 回首过去第一代卡齐色制服 保守款式是很多四五年级生 对警察的回忆 民国77年则换装为第二代制服 上衣颜色为淡紫白色串衫 但机能性不足 新版制服标榜轻便多口袋 更具功能性 总统蔡英文也穿上新版制服外套 跟远警们一起玩自拍 总统我们就在自拍 新的制服是由警察同仁跟国人 共同投票选出 采取的是装心色系的 专业战术型的样式 不只是好看 而且还非常的实用 新制服新气象 但不少民众认为 新制服跟保全制服实在太像 仅正暑期民众可以透过制服上的警徽便是 现在开始扭转对警察的既定印象 在熊金来的台北报导 台湾大约有 是